就像木耐在艾艾丁床 好了 今天来画画 又画画了啊 要改行了我觉得真的 我今天我们要画什么 画那个火炬 哎 现在不是奥运年吗 加上我们明年冬啊 为什么画成火柴了 画 啊 啊 好 这个这个火 我觉得一定可以 下 对 哎 再出来 火炬 霸出来了啊 他妈还没出来 火 嗯 嗯 嗯 火吗 这就跟我们的抽一样一笔呆过 火皮了 火皮 还有什么皮 质量就不好的 就是橡皮 叉 其实我物料增长拍多了 我怕我的水平 好 身材 太大身材了 嗯 妙子 背脚 嗯 嗯 我是一个分手机 很像那个奇妙 又搬着小土花 我的真相似 那一个霍博 霍博的感觉 但是这个橡皮擦擦料 真的太大 嗯 擦掉了 那我觉得到头成衣 然后来擦 哎 金子 太厉害了 真的 酒风格 嗯 人羊火 嗯 另外一个蓝色 得来一点 对 他们的颜色 不是蓝色 灰色 灰白一点 嗯 也说什么呀 遭遇瓶景了 哎 就说了 就往这给弄掉 哎呀 然后再切个五层一 好 完成了第一结果 糟了糟了 这是画一个表在家里面来的 哦 哦 为什么有那么 画得那么好呢 咻 在东毛竞技 场上 我国 优秀的运营们集结于此 今年一定会拿第一 嗯 哇 哦 呼 呼呼 红里带蓝 蓝里带蓝 这是这佛画的 精髓 再写一下 嘘 等会 我听说 艺术最后在于什么 在于点睛之笔 你听说 你听说 好 叮叮叮叮 这个 是什么 一个火锅的一个盆 鸳鸯锅吧 味道是三条 其实它是山城 山就是山 山城 山城火锅上面的火炬 红色代表了重庆人民的热情 代表了 年轻人的热血 对 那股窗戒 蓝色代表了年轻人所拥有的稳重 加上明年冬奥的一个蓝色元素主题 然后融合在一起 加一些建设的一些效果 让这幅画 更加的生动 更加的让人猜测到 这幅画的作者 到底想要讲述什么故事 这幅画的故事后面 到底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人心 下面有请关注 天网蓝套 天网蓝套 天网蓝套是另外一个 OK 就这样了 今天就这样 我觉得还不错 天网蓝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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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天网蓝套